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银行会计 各位同学 今天我要来为大家讲第七讲次 第七讲次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金融卡的业务 首先我先为大家介绍本讲次的重点 我们最讲次的重点 第一个是金融卡的意义 第二个是金融卡提款及转账 第三个是金融卡跨行提款 第四个是金融卡的账务处理 首先我要来为大家先介绍金融卡的意义 什么叫做金融卡 也就是金融卡在现在来讲 是为了银行为了加强服务客户 并且配合作业自动化 在行内行外设置了自动柜员机 这个自动柜员机我们简称为ATM 24小时服务顾客 延长银行的营业时间 而且服务的对象不限于本行的客户 骗局全台湾各参加跨行业务所有的银行 凡以电脑年限的各分行的活期存款 活期储蓄存款及综合存款等 有行为能力的人均可以申请金融卡 为每一个账户以一卡为限 存户使用金融卡去存款转账 查询余额的作业方式 这些我们都叫它叫金融卡业务 也就是说金融卡它是一个能够服务所有的客户 所有只要有金融卡的持有人 它都可以在全台湾各个地方 不只是它自己开户的银行 其他的银行它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服务 过去我们都讲银行是三点半就营业中了了 可是现在有了金融卡的卡片的客户 它可以在24小时里面都可以到各个银行去提款 只要有这个自动贵源机的地方 这个自动贵源机我们又简称为ATM 就是说所有的它都是可以提到它的款项 也就是说把银行的营业时间延长为24小时 也就是每天每个时间你都可以去提款 那金融卡呢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每一个账号只可以有一个户头去提款 所以只有一张卡片 也就是说你虽然你有这个活期存款 或者活期储蓄存款或者是综合存款 但是每一个账户只有一张卡片可以去提款 这个也就是银行里面为了方便所有的存款户 它可以不要像以前必须要拿存折拿图章去提款 而现在它只要拿一张卡片就可以行骗全台湾 所以这是银行服务客户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而且也可以说是银行的一个往前跨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我们过去在银行对客户的服务的话 都需要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在规定的时间 或者是排队去领款 现在你几乎可以在所有的提款机都可以提到你自己需要的款项 所以对每个客户对存户来讲都是非常方便的 好这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金融卡的意义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金融卡它的优点 金融卡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个就是方便迅速 第二个是正确保密 第三个取款以百元为单位 第四个凭着金融卡可以做本行与年行之间存款的转账 这里就是金融卡最重要的就是它非常的方便 因为一卡在手芯片全台湾 而且第二个它非常的保密正确 尤其你如果说有一本存责 或者其他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凭据都可能会被人家看到 但是呢金融卡一张卡片里面 你别人没有办法知道你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存款 或者是你的资金的往来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正确而且保密的 那金融卡呢它是以每百元为单位 就是说你提款的时候不要后面有其他的几十几这种 都是应当说百元为单位 然后呢金融卡它可以说是你可以做本行跟年行之间的一个转账 非常的方便 因为转账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填一些单据 可是金融卡你只要按一些密码 按一些数据 它就可以让你跟其他的银行做一种联系 你可以转到其他你的需要转账的朋友那里 好这就是我们讲的金融卡的意义 接着呢我再为大家讲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金融卡提款及转账 金融卡的提款及转账 那这里我们可以分为就是代付行 而且本行的记录 有的时候你在不是我们的银行 你也做了这样子的动作 那对方的银行就会再通知我们 然后在我们的账上把你这笔款项减少 然后呢彼此之间做一个记账的记录 所以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部分的提款跟转账 它的一些账户处理 自动贵员机 每次结账的时候 应由出纳部门的人员 以自动贵员机 贵员查询日结单 足迹查询 以现金或转账 支付给本分行存户的金额 建树及代付 连行付款的金额 这个就是代付行 他的每次在结账的时候 那出纳的部门 他就要用自动贵员机里面 结账的这些数字来结记 就是说到底别的银行 让我们帮他付了多少次数 多少金额 这些呢我们都要把它做一个结账的工作 这个结账的工作 大概在什么时候呢 大概每个银行大部分都是在每天的三点半 做一个结账 因为大家晓得我们这个机器是24小时的 那到底也24小时 那到底选哪一个时间来做结账的工作呢 所以大部分银行都是选择 还是一样的三点半的时候 做一个结记 也许三点半刚结记完了 马上有大量的人的提款 也许有大量的人 那个在其他的分行做的这种记录 或者其他的银行做这种记录 但都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先给他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着呢我再为大家介绍 刚才我为大家讲的是代付行的业务 现在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发卡行 他的账户处理 发卡行 他的账户处理方面也是 在每日结账的时候 应当办理日中联航代付款查询 由汇队的部门根据联航往来 年限科子木查询日结单 我们来做这样子一个工作 这个就是说发卡行 你应当就根据 每天营业中疗以后 那各银行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客户 在别的银行里面 他的来去往来 就是他们提款的这个记录的一个日结单 每天营业中了的一个日结单 那这个我们根据这个日结单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终结的工作 所以看起来 这个每个客户来讲 你都非常的方便 你去提 你去别的银行 银行里面做这种汇款的动作 那这些动作 他会用电脑传给原来发出卡片的这家银行 也就是说你在原来发卡的这家银行的资金的流向 都会很清楚的记录在你的账单上 好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下面这个部分 下面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讲到 就是分路的举例 分路的举例 第一个就是本行客户 活期存款户 1513号 陈志宗来本行自动贵原机提款5万元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分路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借活期存款陈志宗5万元 贷 库存现金 陈志宗5万元 那这个借方跟贷方都能够充分的表现了 就是说他来我们银行里面的自动贵原机去提款 然后从我们的自动贵原机里面 就把这个款项提出 然后呢 他的存责 或者他的明细分内账 都可以很清楚的 把他这笔提去的款项 给他做一个削减的动作 那这个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工作 而且在贵原机里面就可以做掉 所以省去了银行很多的麻烦 接下来呢 我再讲一个例子 这个 本行南港分行的客户 活期存款户 你纳年 在本行自动贵原机里面提款3万元 那这个我们怎么做他的分路呢 接着我们要做的分路就是 借银行往来 南港分行3万元 贷库存现金3万元 那这里呢 就是说他在我们银行提 可是他是南港分行的 是我们银行南港分行的客户 所以我们做的分路呢 就是银行往来的一个分路 借银行往来 贷库存现金 他领去了3万块钱的现金 那我们可以向南港分行 有一个资产的增加 这个资产的增加就是借银行往来 那对谁做一个资产的增加呢 南港分行 所以我们写 我们的分路就是借银行往来 你来讲可以减少很多的人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好 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 就是金融卡的跨行提款 金融卡的跨行提款 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非常方便的一种业务 那在银行来讲 他有一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事项 接下来呢 我就为大家介绍这些重要的事项 第一个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持卡人 那持卡人简单的说就是持有金融卡的个人 这就是持卡人 第二个就是发卡单位 就参加金融卡的参加单位 也就是银行几乎都有参加这个金融卡的业务 所以他们都是金融卡的发卡单位 下面呢 就参加单位 这是参加金资系统的金融机构 就是做金资系统的这些金融机构 我们都可以说是参加单位 第四个是存款单位 就是有在存款的这些单位或者是个人 第五个就是贷负单 就是我们去其他的银行提款的时候 有一个贷负单 金资中心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 它是可以做结账 而且是统计 或者是有一些联络的工作的 第七个就是金资代表行 那这个也就是 因为你们晓得 我们在整个的系统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单位 那我们总要找一些能够负责 就是在一个地区里面能够负责的 否则的话 有的时候这个一个金资系统里面 有一两千家甚至于一两万家的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找一些就是地区性的 或者是有一些银行 它自己的总行这个部分 来作为这样子一个负责 联络的一个机构 比较像一个统辖行 这样的话才会让这个 整个的金资系统里面不要 如果有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把问题减少 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的 下面这个就是跨行业务的负责人 刚才我讲到 既然有统辖行的话 那也就有业务的负责人了 第九个就是对账日 就是哪一天是对账日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那当然有的银行是用 10、10、10、20或者30期末 那也有的是用1、50这种 就是说这个对账日 那对那个每个金融系 金资系统跟每一家参加的银行 或者每一个参加的单位 或者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对账日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日子 也需要大家一起都能够了解的 或者是在那个对账的单子上面 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要在七天以内要提出来 这就甚至于更早 越早提出可能在查账系统上面 来讲比较方便 最后我们再讲到一个就是清算日 也就是对账日的第二个营业天 我们最好就做一个清算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讲到 有关于他们的一般 就是说参加金融机构的 一般有关的单位的一些解释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的第四个单元 就是金融卡的账务处理 金融卡的账务处理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刚才也讲到 它是非常的方便 那同时呢 它也是要做到非常的精细 当然电脑不太会出事 但是呢 我们在工作的人员 你在key in的时候 或者你在那个 在解种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有些数字 需要你自己建进去的话 你在建这个数字的时候 如果是错误 那从头就错误 那后面大概就 不容易来校对出来 所以我们应当 就是说尽量的说 在做这个业务的时候 都要战战兢兢 而且每一个数字 进去的时候 都要非常的正确 常常发生的错误呢 就是前后颠倒 或者呢 少一个零 多一个零 或者有的时候中间 又有一些 比如三四五 基层的三五四 像这样的话 就很难找到 它的正确答案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各位同学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 金融卡的账务处理 金融卡的账务处理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它是非常重要的 那每一个 这个我们都应当要 把它账务处理上面 都要尽量的注意到 它的正确性 所以下面呢 我就来为大家介绍 这些一些示范的例子 首先呢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代收同业的账务处理 代收同业 就是也就是说 这个代付行 它清算代表行 以外的各年行的做法 这里呢 我们第一个 就是借年行往来 这是清算代表行 然后贷什么呢 贷库存现金 这就是代付行要做的 你代付行 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你就是借年行往来贷现金 那这个客户呢 它领到这个现金 那我们银行同时要 对对方的银行 有一个付 我们银行来讲 是将来可以去 向那家银行 要这笔钱 那那个当然你同时支付 如果我们在会计的原理来讲的话 就是资产增加 资产减少 增加的就是对年行的一个所有权 那减少的呢 就是现金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 下面这个 就是代付行 也是清算代表行 它到底要怎么做呢 借其他应收款 应收跨行清算款 然后贷什么呢 贷库存现金 这就是代付行 那也就是清算代表行 它要做些什么分路呢 它这个时候贷的是现金 对不对 然后借方呢 就是其他应收款 它可以去向谁收呢 向这个跨行的这个 去收这笔钱 接着我再为大家介绍 下面一个分 就是清算代表行 它要做什么呢 注意看 借其他应收款 带联行往来 那这个 它向谁收呢 向应收跨行清算款 它要收这笔钱 那它要对谁欠了一笔钱呢 代付行 刚才我在讲代付行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说代付行有一笔资产可以收 它向谁收呢 就是向这个清算行 那也就是清算行欠了谁一笔钱呢 就像欠了这个代付行的一笔钱 代付行把我们代付掉 那这个清算行去向谁再收呢 当然就是原来发卡行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分路 就是应收 这个跨行手续费的处理 还有代付行 收到报单的时候 借联行往来 清算代表行 代代手续费收入 代理收付手续费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跨行去取款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要付一个手续费 那这个手续费通常 就是由这个代理行 它收 收了以后呢 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再把这个手续费 拿来 拿回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做的这个手续费的收入 那就是代理这个清算行 它的一个收入 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 下面一个单元 就是同业之间代付的账务处理 同业之间 首先我们讲存款行 这个存款行 就是清算代表行以外的各年行 这个时候它要怎么做呢 借某某存款 代年行往来 代其他应付款 这个其他应付款 也就是存户要负担的这个部分 应付跨行的服务费 然后借方呢 就是这个清算代表行 它的一个联行往来的一个收款 那这里面我们就是说 它要做到 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同业之间 也有这一种跨行的 其实讲起来它的做法是 刚才我们讲的联行往来的做法是一样 只是这是不同的银行 不同的银行呢 也是要透过金资中心 一起来做 那这里面就是说也有这个手续费的收入 服务费 一样的做法 只是我们把它的银行换成的是同业的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是存款行 存款行它要做的 存款行我们就是说 清算代表行它某某存款 那个还有借其他应付款 然后贷其他应付款 那这个贷其他应付款 还有这个借方的这个部分 那借其他应付款 就是要付给这个跨行的清算款 然后服务费也要付 那借某某存款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那个存款行 所以当这个客户从我们的 从他的存款里面 把这个钱提走的时候 他的存款是不是就要减少了 其实这个时候 当他把他的这个金融卡 放到这个ATM的机器的时候 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注意 他到底有没有这笔存款 假设这个人的存款只有一万块 可是他的提款是提一万五千块的话 这显然是不足的 所以当时这个这笔款项 他就没有办法提 然后我们就会在提款机里面 吐出来一张单子 这张就是ATM机器里面的 一个自动贵源机的一个结账单 上面就会告诉这个客户 你为什么会被提不到款项 而被退出的原因 他中间有一条就是存款不足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客户他就应当要考虑 存款不足你还是需要提一万五吗 那你可能你就可以查一下 你到底存款还有多少 比如说你存款里面 跳出来说你只有一万块 那你就提一万块的话 这个就可以 这个就是提醒客户 当你存款不足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到 你这个余额到底是多少 然后再做这样子的一个提款记录 好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是清算代表行 他要做的分录 就是借联合网来 贷其他应付款 这也是应付清算款 第四个呢 接下来我们再讲到的 就是他也要做的 就是说应付跨行这个服务费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 就是也就是存款行 应当负担的部分 这时候借手续费的费用 那这里呢就是代付 收付的手续费 然后带什么东西呢 带其他应付款 也就是应付跨行的服务费 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应付跨行服务费 应当怎么样的处理 那各分行在做这个的时候 就是借其他应付款 带年行往来 那这个付给谁呢 付给清算代表行 这就是我们的服务费 要处理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再讲 下面一个单元 就是清算代表行 对金资系统 它的资讯系统 跨行的业务的一些账务处理 首先呢我要讲到 就是提拨跨行业务基金 那在提拨跨行业务基金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 就是借其他预付款 跨行清算基金 贷存放央行准备金假户 就你要提拨一笔钱 在那个地方 以备将来清算的时候要用的 接下来呢 再讲到清算的工作 这个时候清算的工作呢 我们如果清算是应收差额的话 我们要做的是 借其他预付款 那清算如果应付差额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就是 借其他应付款 应付跨行清算款 借其他预付款 跨行清算的基金 好 各位同学 讲到这里了 我们这一章就要告一个段落 那这个金融卡 确实对我们的生活上 可以说产生非常大的便利 那也希望大家多用它 好 我们下一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